迪迦奥特曼,下个! 下个! 大家好,今天迪迦奥特曼来超市买玩具了 他会买到什么好玩的玩具呢? 哇,超市来了好多新的玩具啊 迪迦奥特曼选了这一个 这是最新的奥特胶囊 这上面有四位奥特曼的奥特胶囊呢 迪迦奥特曼还选了这一个 这是一个怪兽变形蛋 看起来很好玩呢 那就先买这些吧 迪迦奥特曼把500块钱的硬币给了超市 然后他开开心心的拿着玩具回家玩了 下路奥特曼也来超市买玩具了 他又会买到什么好玩的玩具呢? 哇,超市来了好多新的玩具啊 让我看一下这一个 这是一个奥特蛋 这里还有一个怪兽蛋 这个看上去也很好玩呢 嗯,那就买这一个吧 今天买到了好多呀 塞了奥特曼把100块钱硬币给了超市 然后他开开心心的拿着玩具回家玩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迪迦奥特曼买到的这套奥特胶囊 这上面的四位奥特曼你们都认识吗? 这四个奥特胶囊还可以召唤奥特曼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是这个奥特曼 那我们用奥特胶囊 他的手上有奥特之王送的奥特手镯 那你们知道他的必杀技是什么吗? 接下来是这一位 这一位奥特曼的胸口有个X的彩式计时器 这是埃克斯奥特曼 那你们知道这是埃克斯奥特曼的哪一个形态吗? 他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哦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召唤这一位奥特曼 那这一位奥特曼是出现在剧场版里面的欧布奥特曼 三重投标形态 右边肩膀的这个是他的武器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酷呢? 那你们知道他是由哪三位奥特曼融合变成的吗? 迪迦奥特曼买到的这个怪兽蛋是什么怪兽呢? 让我们一起来把它变形一下 它可以从一个蛋变成攻击形态 这一只怪兽的身上有蓝色还有橙色 这是怪兽的脚 然后把怪兽的手张开 胸口可以打开 怪兽的头藏在胸口里 这一只怪兽有一个尖尖的脚 它背后还有一个尖刺 然后它的尾巴藏在了下面 这只怪兽好像是一只独角兽呢 那你们知道这是一只什么样的怪兽吗? 它的嘴尖尖的 如果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怪兽的话 可以给我留言哦 赛罗奥特曼买到了什么好玩的玩具呢? 这是一个奥特蛋 上面是哪一个奥特曼你们知道吗? 它可以由蛋的形态变成攻击形态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这个奥特曼身上有银色的盔甲 然后它的脚藏在了身后 奥特曼的头在哪里呢? 它的头出现了 它头上的头标还可以拿下来作为武器 然后拿在手里 赛罗奥特曼买到的这个怪兽蛋是什么怪兽呢? 它可以从一个怪兽蛋变成一只怪兽呢 让我们一起来动手变形一下吧 这只怪兽的手和脚好像镶嵌在身体里 让我们来把它们张开 张开之后怪兽的头在哪里呢? 原来这个怪兽蛋的身体是可以打开的 头藏在了身体里 哈哈 它两边的部分还可以张开 这里又反过来安装上去 这是什么呢? 好像是怪兽的两个钳子 这两把钳子应该是这一只怪兽的武器 它还可以潜注奥特曼呢 那今天迪迦奥特曼和赛罗奥特曼买到了好多玩具啊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玩具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